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平时的仪仗私立任务 包括阅兵任务 更多的突出的是仪式的隆重感 仪海交接任务 更多的突出的是一种庄重感 那么礼布主要是应用于纪念仪式 它的步速比较慢 庄重 威力 这个眼神不是通过训练练出来的 而是通过战士们对这段历史的学习 而由内而外自发表露出来 手牵牵往上接光我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志愿军们在前线 一种应用杀敌的精神 拿在水中的时候 我们任何动作都应该要轻 我们要让这个烈士们感到祖国怀抱的温暖 经常是两个小臂 特别是小臂内侧 起到磨错皮或者红肿 都为了保证我们的任务要慢完成 这个负重训练是必颇少的 七步 钻 相左 钻 走 每一个动作都跑得中的 也就是要带入感情去训练 我们没有对每一场训练有放松 志愿军在我身中就是祖国的英雄 我们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也是一群将军事奉献着祖国的人 把这个烈士一台的官主 从韩军手中接过来的时候 感觉到不仅是官国本身的重量 感觉到身上使命感 和老一辈骑身烈士 对我们一种主播 无论过去 现在 还是将来 抗美人潮精神 都是我们党的宝贵军争体 是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风雨无土 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